眼前大楼平地起 有的盖好 有的如火如荼建造中 这是台中南屯区 不能想象 不久后将会是一片荣井 而曾经这些土地主人 又是盐宽和 他的汉地市价是2万9 那在2019年的时候 他的市价已经飙涨到60万了 他其实房价飙涨了20倍 激进党李宇珍调出 盐宽衡一千财报 在台中南屯区 曾经持有过好几笔 跟人共同持分的基领地 盐宽衡早就在他获得了 这个住宅区的建地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这样子的土地 转手给建设公司 几乎都是在这个道路上 根据南屯区建工自办重画过程 民国97年成立筹备会 隔年核定范围 而盐宽衡进场时间 落在99年 100年核定重画书 跟着103年完成 李宇珍质疑 盐家根本向买重画地豪赚一笔 摊开盐宽衡8年前财报资料 台中南屯春安段 有七笔地跟他人吃分 在105年财报还有记录 但106年七笔土地已经消失 李宇珍点出其中美甲 入手时还是重画阶段 等脱手已经重画配地完成 地价翻涨 是非常漂亮的土地 甚至可以拿来盖一个很漂亮的大楼 三面林路 双面的地方都很面宽 在重画区书面资料中 盐宽衡也因此配地 取得40.8坪 从旱地翻身成为住宅区用地 对此求证盐宽衡 他透过发言人张宇轩表示 卖出土地时间是在102年 强调重画完成前就已经脱手 并没有如李宇珍所讲大赚一笔 解释财报记录可能是忘记删掉 不过建工重画区确实能看到 盐宽衡的名字 李宇珍就狂酸 盐宽衡精准布局 真的是快横准 而且比绝大多数人消息灵通 下地新闻秋瑞昂 李建盈台中报道 台中南屯彩虹眷村 以咸咽壁画成为打卡秘境 不过因为老旧爱芳 2010年面临拆除问题 当时刚好是台中县市合并后 第一届市长选举 胡志强跟苏嘉全 分别都到现场进行会刊 我们尽量保留 一开始胡志强主张要拆除后 需怕民意犯贪 决定保留彩虹眷村 先设立春安自办重画会 后成立建工重画区 从财产申报表看 也划了旧时当年度 入手周边的土地 以往的春安段 现今的建工段 其实胡志强已经做第三任了 前两任他都跟苏嘉关系保持得非常的好 跟苏嘉买这块地 后来然后这边又办重画区 有没有相对的关系 还是有什么样特殊的关系 我想这应该要了解一下 苏嘉投资眼光真的如此精准 胡志强市长时代 严清彪担任立委 市议员张耀宗说 国民党耀员在地方刑事 多少和苏嘉有交情 国民党县长或者国民党市长 要能够很安稳地坐好宝座的话 我想他难免就一定要跟苏嘉 有一个互动关系 当时的重画区理事长陈崇熙 也是前国大代表 气震从商后有重画区达人之称 和立委严清彪交情很好 严清彪他们四五个人买进来了 他眼光独到说 知道这个有高隆基 人家地主可能就 不晓得这个以后重画以后 会增值那么多 所以地主就卖了 建工重画区理事长陈崇熙 直呼眼眶横投资眼光独到 他购入的土地都增值数倍 其中是否有正值提点值得探讨 3新闻陈炳 权宗 台中采访导